大家好,最近我在推特上看到一张图片,非常的猥琐 猥琐里面的关键人物好像是一个男人 男人他是不是和尚,咱们不知道 但是他的对象是一个比丘尼,所谓的一个尼姑 给人家揽入怀中,一个劲的亲,一个劲的摸 这女尼姑是坦雄露背的,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四川八中地区的佛教协会的会长 说是大和尚赵圣法师 为什么大和尚有一个俗家的名,咱也不知道 因为咱不是佛教界的人,咱不太理解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去年就有一个叫马燕梅的比丘尼 就是当地的这么一个尼姑,是吧 也是俗家的名字 实名举报了这个大和尚 欲对其这个潜规则 据马燕梅称 赵圣法师于2020年接管某寺庙以来 多次提出要和他发生关系 估计是长得不错,是吧 马燕梅拒绝以后 赵圣法师则是屡屡给他穿小鞋 处处跟他为难 最后身心疲惫的马燕梅 马燕梅不是马,东梅 你什么东梅 什么妈 妈什么梅 不是那个 叫马燕梅 于这个2022年的4月份 被迫离开了四川 不只是在巴中待不下去了 是吧 势力大呀 佛教协会会长 那家伙厉害 就整个离开了那个区域 离开了四川 是吧 离开四川以后 思前想后 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实名举报 就马燕梅曝曝光的聊天记录来看 这个大和尚赵圣法师 利用植物之变 潜规则 尼姑一称既定事实 尽管他一再的忏悔 表达歉意 但是很明显 在这佛教团体中 属于触犯了大戒 理应逐出佛教节 是吧 我还看到有这么一个 所谓的他们的一个聊天记录 是吧 聊天记录不见得是这个人 应该是他吧 咱也不知道 因为另外一个一篇文章里 把这个聊天记录就给展示出来了 是吧 之前俩人聊的什么内容 他没说啊 但是这个赵圣大和尚说了啊 说忏悔忏悔忏悔 从今以往 永不再有如此杂念 但愿不会影响你的道心 阿弥陀佛 我在这先评论一下 就是有的人呢 经常对天发誓 我昨天看了一什么孤孤 孤烟木旦 是孤烟木禅 有一女呢 毛左 粉红 粉红的头子 是吧 这个引领着很多粉红攻击这个 攻击那个 袁倩就在他的推特底下留了一个 这个疑问 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 你敢举天蒙事吗 你敢跟我打赌吗 是吧 他说没问题 我认为我说的这件事就是真的 不用经过调查 是吧 不用经过判断 不用经过实事求是 他就是一真事 我举天 我对天 对灯发誓 是吧 为什么这些人 包括这赵 赵圣法师 大和尚 他为什么敢 这个张嘴就来 举天就蒙事 是吧 他不顾忌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他们心里边 除去钱 除去利益 是吧 除像大和尚 这个赵圣大和尚 这个猥琐别人 猥亵别人 对吧 他脑子里是除去那个 钱利益 他还有一些邪念 是吧 他脑子里只有这三点东西 是吧 没有其他的 所以说 他对谁蒙事 他都没问题 是吧 这个尼姑说了 不会的师父 弟子 很认可师父的为人 也很理解师父 弟子愿做师父的知己 师父以后有烦恼 都可以跟弟子讲 弟子会做一个倾听者 愿师父以后 转倾念为悼念 我们做最好的朋友 师徒 但是弟子不喜欢那种事 是吧 也不会改变初宗 师都不会反节的 四川人嘛 是吧 接着就说了 让弟子去结那个庙 苗嘛 不是 这什么湖南普通话 如果没有的话 弟子也不想打扰师父了 你看这里就有利益 是吧 这里就有利益 你看 我要去那个庙 接主持 接主持可以换来什么呢 第一 换来我的身份 是吧 我的社会 社会的价值 我的社会地位 包括在佛教界里的地位 我去哪 是吧 一看我都是一个庙的主持 是吧 这都是利益 也不爱乎别人对你 用手里的权益 做一些交换 是吧 我可以给你钱 我可以给你身份 给你地位 但是你也得付出啊 是吧 我就好搂着你 我就好跟你滚床单 我就好跟你啪啪啪 先不 先别管 我们是不是佛门境地的人 是吧 佛门弟子 这都不管 我要把我内心的杂念 内心的欲念 发泄到你身上 全都是正能量 是吧 弟子很 真的很认可您 也能理解您 如果弟子不符合师父找人的标准 弟子也不会有丝毫的怨言 也能理解 希望师父能给弟子一个最终的答复 弟子也表明了态度 弟子就这么一个要求 达不到 其他可以认识 认师父您拆遣 是吧 希望师父您也能理解 并成全一个道人的真实发心 那弟子明天上午就向师父您告假了 谢谢弟子这两天的照顾 只怪弟子福 福宝会浅 与本地无援 为什么 这个佛门境地 大伙都得是 怎么说呢 都得 六根清净 这个淫念是最大的一个这个界 是吧 那为什么 哎 现在这些 不只是四川八中的这个佛教协会会长 赵胜大和尚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佛门 清净之地的这些主持也好 方丈也好 他们都做了 这个违背佛念的这些事 我刚才说了 因为他们心中真的并没有佛 他们拿这当成一个职业 这个 这就是我的一门 生意 是吧 这门生意 我就要赚大钱 你看少林寺的那个 那兔头 是吧 那傻家伙 飞头大耳的那个 弄了什么少林寺 什么发展协会 影视基地 什么烂七八八一大堆 不是也被人抱出来 有四生子 这不是我胡说八道 是吧 这是之前 很多年前就有人抱着 他有四生子 出门 坐头等舱 是吧 这个不是一个苦行僧 是吧 还这个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怨念 是吧 咱也不知道佛教里边这些词 是吧 唉 这个佛教里实际上有一句话 叫佛门一粒米 大如虚拟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 带脚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门中人的衣服 粮食 包括你的身份 地位 是吧 为什么要说大和尚 主持方丈 佛门等级 非常的这个清晰 是吧 我主持这个寺庙 我就是一人为尊 我这个尊 说出来的话 行出来的事 你们必须要听 底下的这帮 大和尚也好 小和尚也好 是吧 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人也好 杂役也好 不管怎么着 你们都是靠着我吃饭 你就得听我的 我在佛之上 你们表面上 你们是拜佛 实际上你们是在拜我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这些都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劳动 都是百姓的供养 是吧 供养了修行人 修行人如果不好好的遵守戒力 修习法药 那么是对供养者的辜负 今后会加倍偿还这些供养 所有的 我说的这个名门正派 我说的这个宗教里面的名门正派 其他的杂七杂八子 咱不说 佛教 是吧 这个基督教 以色列教 这个穆斯林 是吧 不是穆斯林 这个绿教 反正有所有这些东西 我相信 都是教人学好的 我也相信 都会索取一些供养 是吧 一些奉献 但是 你怎么利用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 加拿大 在这的 我加入的这个基督教会 是吧 我们 也要有一些收入 这个捐献给教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教会 他自己 没有 我认为啊 他没有一些 这个产出的价值 是吧 所以说 要靠着大伙 要以上帝的名义 耶稣的名义 圣灵的名义 希望大家捐献一些钱 来把这个教会 发扬光大 但是中国现在很多的寺庙 佛教 他们在肆意妄为的 把老百姓心中的那点良心 这种好的这些 这个观念 是吧 他们肆意妄为的利用 就是想从信徒身上 甭管是真信徒 还是假信徒 还是求爷爷告奶了 为自己在这世上发财的这些人 甭管是什么样的企图 什么样的目的 这些佛教的啊 披着佛教外衣的人 他们都是想从你们身上 刮出来 特别特别巨大的财富 来供他们自己享用 拜拜了 您呢